這一則新聞 大家看完都說 憑什麼 對 就是那個原PO是個女的 然後他的父母幫他買了一個 算是嫁妝啦 賠嫁品 娘家 父母買的 對 在沒有結婚之前 就買給他一個 三房兩廳的房子 然後就認為說 反正我的女兒她沒有工作 那固定拿月租 拿租金 可以過得好好 過爽爽 那女的也正經想說 沒錯啊 萬一我再嫁過去 又不能工作的話 剛好有一筆收入是蠻好的 就她嫁進去才發現 她住的人包括她的老公 包括她的婆婆 還包括她的小叔一起住 所以算是一個大家庭囉 有小叔的話 就變成一個大家庭了對不對 聽起來就是一個 涉世衛生的小女孩 對不對 才會做這種決定 結果 欣欣啊 那這麼笨的 結果被她的婆婆發現 你有那種房子耶 那請問一下你的月租的 那個房租的那個契約 打到什麼時候 她就說打到明年啊 那明年之後 你就不要再打契約了 就給你小叔住 所以她就心裡想 第一個方面感覺是高興 代表小叔要搬出去了 第二個很煩惱的事情是 那我要剩小叔多少錢 自家人最麻煩就是收起 要砍個一兩千打個折扣嗎 所以她就問說 很難講耶 要問老公啊 所以她就問老公 一兩千還好吧 她就問老公了 她就問老公說 老公啊 要給你地住啊 那我們到底要什麼算錢 我會很為難 我要是外面嫁過來的 結果她老公狂生氣 罵自己的媳婦就說 有沒有搞錯 小叔是家人 你跟家人算錢嗎 這是第一句 第二句 那你嫁進來 我有算你租金嗎 有 超級不舒服 對啊 她說你們家是怎麼回事 吃人夠夠 這是我之前的 我在家裡 華新聞看到這邊的時候 我整個人跳起來說 消音消音 對 就已經太誇張到這種地步 就是你們全家都已經打算到 我的房子一來 而且這關你們家什麼事 這是我爸媽給我的禮物耶 還不能收租金 你還問我 我照顧一家老小 你還問我說 你嫁進來 我也沒有收你房租啊 真的是令人傷心 那我要幫他做家事 那你要不要給我錢 對對對 就算不完了 對啊 對啊 晚上還要配合你 我也沒幫你睡覺 對啊 這許那句話也太閒了 太過了 太過了 太吵了 太誇張了啦 這個新聞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種 但是其實現實生活中 巧音 巧音 巧音看你的面相 對 後勤部啊 對啊 巧音結婚十三年 是 跟婆婆也磨合了一段時間 對 那巧音因為今天現身說法 所以說得會比較委婉跟她 所以妳第一次見到婆婆的時候 婆婆說了一些話 讓妳有一點受傷 是 她現在形容的是一點 一點而已啦 她講出來 我們來評斷看幾點 我們評評幾點 來 我們零點到十點了 妳講一下 她一開始 因為我婆婆是非常傳統的本選人 那以前就是比較省級情節 比較嚴重一點 那因為我的姓 姓陸 大陸的陸這樣子 然後我婆婆她就說 我們台灣沒多姓陸的 然後我就想說 講一次就算囉 她是每見到我一次 都會講一次 對 我就覺得很特別 我們台灣沒有姓陸的 那這是什麼意思 她就說我們台灣沒有姓陸 那都是從外省過來的 她說省級情節那時候很嚴重 對 所以那時候就 妳也不知道怎麼跟她去解釋 我就姓陸 難道我要改姓嗎 就是我就笑一笑說 就是妳也不知道怎麼回應她 那這件事情就每次都這樣子 就是帶過帶過 然後一直到後來在 她就會有嫌我說 我就正常叫 就是說她家兒子 不要娶低於160以下的女生 妳這裡會 她知道她兒子不要娶160以下的 妳身高是 我156啦 號稱160 OK 156其實也不算矮 對 不算矮了啦 還行啦 欺騙妳對不對 我158 對 我看起來好高 對 比例好 比例好 妳會有因為3公分 多了3公分而驕傲很多嗎 所以今天高跟鞋要穿高一點 對 更小 對 那再來 因為我先生是雅醫師 所以我婆婆都會覺得說 她的兒子應該要娶 醫生或者是條件更好的 那時候就要一直唸 妳的臉像就很像醫生娘 真的嗎 這才是重點 對啦 老師是不是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其他都是家的 是 她覺得自己 我覺得自己孩子最優秀 對不對 最多娶一個金鐘得主 對 娶美 對 娶美 對 可是有時候婆婆都會講 但是其實娶不到 是啊 然後我當然我先生就是很挺我 都站在我這一邊 那我自己本身就很愛料理嘛 然後 所以每一次的過年回去 我都一路自己就是煮飯 給十幾個人吃這樣子 對 很厲害 妳這麼年輕女生 妳可以煮十幾個人的飯 對 妳原來就會喔 我是從一個很單純喜歡 然後到現在我已經是會在 電視上節目教大家煮菜 然後我也拿到就是國際金牌這樣子 好強喔 就是 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到專業 然後到進入專業領域這樣子 妳拿到國際金牌的時候 有沒有在婆婆面前 所以要把那個金牌 咔嚓一下掉到桌上 咔嚓 愛好威啊 有 我有跟她講耶 然後她反應很淡 她就這樣 喔 不錯 沒有 已經是征戰了 已經是征戰了 在她的語句裡 已經是非常非常的讚美這樣子 她那個年代的婆婆都會這樣 可是她哪有年 她才結婚十三年了耶 沒多久以前 所以妳要做全家的年夜飯 是 還會被鹹喔 對 因為有一年 我就真的是發燒 然後因為我們每次都是開車下去 那都大部分都沒有開 在哪裡 我從台北開到台中 對 然後就是屁股都沒有坐到椅子上 就馬上進廚房去幫忙 然後只要我在的時間 年夜飯什麼 大家小小全部都我煮這樣子 然後那一年我發燒 家裡有多少成員 吃年飯有多少 有沒有什麼走禮啊什麼 有啊 我先生有哥哥跟姐姐 然後還有小孩 對 所以大概 他們讓大家加起來 十幾二十個了 對 小孩不算 有哥哥 那就有嫂子囉 有喔 那姐姐 姐姐妳的飯不會回來吧 也 因為她 姐姐後來離異 然後也會回來 然後我婆婆家裡有七個兄弟姐妹 好 那嫂嫂不用煮喔 嫂嫂反正因為 後來跟我婆婆鬧翻 然後我婆婆不讓她進家門 所以所有的重單都在我身上 居然是個好處耶 對啊 那年鬧生氣 嫂嫂聰明啊 嫂嫂多聰明啊 後面就我煮 然後那一年剛好是我就是發燒 我就想說 今年應該不至於再叫我煮飯 我就說我真的不爽快 我要去倒一下 然後彈彈彈彈彈 從中午 中午沒叫我煮飯 我想 不錯喔 今年就是稍微休息一下 沒有想到到晚上 我婆婆就有一點尷尬的臉說 喬音那個 該當麻煩你 記得煮飯給大家吃 我就有點傻眼 對啊 對 會有一點情緒 然後但是 我都會想說 我不要讓我現在難做人 我想說好 那我稍微躺一下 好一點了 我就起來煮 但真的其實頭暈腦脹 然後又發燒 所以我就 當天我就只煮了一個火鍋這樣子 然後把東西全部丟進去 就想說 煮燒 滷味 這樣就好了 結果他 我先生的哥哥坐下來吃 怎麼這麼難吃 哇 火鍋也難吃 他沒帶老婆回來幫忙 他還說 心情不好吃 嘴巴就不好吃 喔 說得對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哇 這是什麼狀況 我已經發燒了 起來煮給你們吃 你們還要嫌我 對 那你們自己去煮吧 對 所以有時候所有的話 聽得忍住就忍住 對 那有時候你實在忍不住 是你婆婆 當著你爸爸的面 對 數落你 是 那一次是我爸爸媽媽 帶著伴手禮去見我婆婆 然後我婆婆沒多久 就開始說 我就叫我兒子 不要帶這麼愛 然後我就 天啊 我聽到什麼 然後其實我爸爸的脾氣 是滿硬的 然後 他你看 他在音也沒有用 女兒在人家手裡 對 你就看得出來他 壓住 然後我就 其實看得滿難過的 我就覺得說 你跟我講我就算了 可是我看我爸那樣 然後我爸還跟他說 不好意思啦 我就不給他氣好 然後 我還要這樣講 你聽了會真的 很難受 會很難過 然後所以後來我就 覺得這樣子長期下去 真的不是辦法 已經讓我爸媽難受了 然後後來再隔不久 我跟我婆婆都會 我會固定打電話去請安 然後問他好不好 吃飽味什麼什麼 然後他那段時間 他說還是會算 你說你有比較熱嗎 好奇怪 哇塞 媽媽一斤也沒得到 對 對 然後 我那時候就覺得 我真的不能這樣 讓他一直下去 他可能覺得 我都笑笑無所謂 所以後來我就跟他說 其實我跟你們兒子 近前做會 也很多人給我 很多富二代 醫生都追我 我其實也不是看 你兒子是醫生 只是我們真的覺得很合 不論他兼什麼職業 我們都可以一起努力打拼 我自己沒有他之前 我自己一個月收入 也是很多錢 我不靠男生的 然後我婆婆就是 笑笑的 然後我們兩個都很笑笑的 說一些很瘋狂的話 然後從那一次之後 他真的再也沒有講 你怎麼會這麼悶 對 你也知道 以前會點的 因為我就 我是對長輩比較 不想講這些話的人 我就覺得說沒關係 可是他真的才到我底線 然後我也不想跟他翻臉 所以我就是用笑笑的方式 講一些比較鋒利的話 妳這樣講出來 播出妳不擔心婆婆看見 不會不會 不會 因為就是 已經也撕破臉了 沒有啦 是這樣 沒有啦 看傻不傻 吃了多少年的虧 現在才跟大嫂學會 就好像早一點撕破臉是不是 對啦 真的 今晚妳有空來開房嗎 挑戰的大神麻將手遊 即刻下載